欢迎收看挑战新闻 日本媒体这几天连续很多天 登载了李登辉秘录 聚焦就是当时李登辉当总统的时候 中国跟台湾的关系 原来说当年所谓的台海危机 中国对台湾打飞弹 要打之前 中国先先打电话通知台湾 还说你不用紧张 原来说当年是共谍的人 在整个两岸情报站当中 本来是共谍 到后来竟然变成两岸的密室 而且听起来很荒谬 不过事实上书里面都有写 一切都是真的 不过等你来看到 这阵子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就是中国的飞机呢 就三步五十飞越这个海峡中线 小英很生气哦 说不要来挑衅我们 原来说所谓的海峡中线 根本没有这一条线 是中国跟台湾的默契 两岸对于台湾海峡中线的默契 到底还存不存在 国防部长颜德发 重申国军将用行动 均守这一条假想的敌我线 呼应总统态度 越线就驱离 但国台办似乎不当一回事 强引表态根本破坏两岸现状 不过眼前我国积极向美国 采购F16V似乎又有变数 言德发说7月就会有明确答案 军方强调希望售价能押在3000亿以下 不过美方重启军售大门 IT又证实陆战队确实进驻台湾 都让中国狠得牙痒痒 号称崛起的大国 破坏区域和平在先 却又抢着喊冤 谁对谁错 国际间看得清清楚楚 好 除了海峡中线是默契之外 另外这个默契就是 这条线是我们的底线 如果你记得的话 日前有中国的战机就这样飞过来 虽然说没有很接近我们台湾 但这分明就是挑衅 当时辣台妹 把话说得很重 对 我们知道这一次 这个中共在3月31号 越过了海峡中线 那海峡中线其实不是真的线 它是1996年 我们知道那时候发生 所谓的导弹事件 那时候中共对台湾的选举 进行干涉 就它在高雄跟基隆 各射一个导弹 那当时这个事情 可以说是有惊无险 因为美国派了两艘航母 直接到了台湾海峡 那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克林顿 他就说好 从此后 台湾跟中国要采取一个海峡中线 作为一个模糊的中线 克林顿说的 对 对 然后当时台湾的总统是李登辉 中共的领导人是江泽民 大家都在 因为这个美国是老大哥 大家都接受了 就是说台湾的军机 从此之后 只好在这个海峡中线的 以东的地方可以飞行 不只能超越 那中国大陆也在这个海峡中线的 这个西部地方 台湾在东西它的西 那互相不干扰 所以我们知道在96年之前 我们的战斗机是直接可以飞越到金门 金门也我们的基地 可是从96年之后 我们的飞机就不能够穿越 就在海峡中线以东的地方 那中国大陆 我们知道它在去年 它做了一个叫做M503的航线 这航线为什么 我们当时实在马政府 其实就提出来了 但是当时马政府是抗议 为什么 因为它非常的接近中线 那当时来讲 中共说因为它的国内的航线 已经爆满了 所以它必须要整个新的航线 那马政府那个时候 当然两岸关系算不错 所以中共暂时搁置 可是蔡英文上台之后 中共就开始飞了这个M503航线 那我们看到这一次中共 它在这个3月31号 它就把这个M503航线给停了 然后那时候我们已经发现 有问题了 空中管制 它就进行的这个歼11 就穿越十几分钟 那我们的军机 也立刻从这个嘉义基地起飞 然后进行这个所谓的驱离 那当然后来是 这个中共是离开了 但是蔡英文当然 他就立刻的强调说 未来如果中共的军机 再次穿越台海中线 我们就是要强制的 把它赶出去 把这个赶出去 当然就会有一些风险 所以有很多人担心说 会不会插枪走火 但是我觉得中共 它这一次 穿越海峡中线 是一个很愚蠢的行为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 本来是美中台上面的默契 那你今天你破了这个默契之后 对美国来讲 你就是不尊重我美国 可以挑衅美国吧 对因为当初是美国坐庄 在中间做 要求台海两岸就接受 那既然你破坏了之后 那请问一下 那台湾是不是也可以 不要再遵守 挑衅美国 挑衅台湾 对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 美国搞不好 为了要制衡中国 会要求 是不是台湾的军机 也穿越中线 也飞到金门 重新在金门的机场降落 那这个东西 那中国你要拦截吗 还是你要把它打下来 那这样可能会造成 台海出现一个新的一个危机 所以你看这一次 其实中国对于这个军机 穿越海峡中线 很有意思 中国的主流媒体 包括像人民日报 新华网都没有 都没有报道这个事情 只有那个鹰派的环球时报 在那边讲 比如说这个事情 到底是不是习近平 亲自下的一个决定 因为我们知道 此时此刻 中美正在进行贸易谈判 中共的副总理 刘鹤正在华盛顿 结果你今天来了一个 这个东西 让美国很生气 这个对于中美的谈判 是不利的 所以有人认为说 如果是习近平下的决定 表示他很愚蠢 因为他为什么 要下这个决定 他可能只是 因为我们知道 三月份的时候 蔡英文去了 三月底 蔡英文去了夏威夷 去见了这个 美国的一个少将 罗根少将 他穿了军服 跟蔡英文这个 所谓的这个合照 这犯了中共的大忌 他认为 哇你看这个 这个台北关系这么好 那我们看到 这个美国在三月份 还办了一个 印太的宗教会议 在台北举行 这是美国第一个 在海外办的宗教会议 所以他认为 台湾的宗教自由 非常的好 而中国对宗教打压 所以在台北 召开十几个国家来参加 这也让中国极了跳脚 中国没面子啊 还没面子 对 然后再来就是 美国的国安会的 这个资深主任 博明跟我们的外交部的 这个次长 徐师姐 他们共同在 我们的邦交国见面 那这个邦交国 在大洋洲 据说他有可能 要跟这个中共建交 表示美国在支持台湾的邦交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 这一连串的事情 看起来就是说 美国这么挺台湾 那这个时候 中共必须有所抗议 所以他就做了这件事情 但这件事情 如果是习近平下的决定 那我觉得 这其实是很愚蠢的 因为中美正在贸易谈判 那如果不是 习近平下的决定 那有可能是 中共的南部战区 他为了要展现 对习近平的效忠 他擦枪走火 但是这个东西 其实我刚刚讲过 为什么中国的主流媒体 不报道 因为他会让美国 非常的生气 所以我觉得 接下来你看到 从四十月一号之后 中共本来 这个环球时报说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要警告美国 不要再跟台湾 这么样的紧密 可是我们看到 第一个四十月一号 美国的众议院 提出了台北保障法 就表示要加强台美的关系 四十月二号 美国的这个 这个参议院 也提出同样的台北保障法 再来我们看到 美国ARIT公开的说 美国在 ARIT在台湾 有所谓的陆军 海军空军 陆战队 过去美国是 不太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结果美国忽然回答了 再来就看到 美国的这个同意 授予台湾 这个有关于 海军的雷达的更新 另外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美国也同意 要再授予台湾 一套爱国者的防空系统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中共做这个行为 为什么很愚蠢 他不但达不到 他本来想要阻止台美 更加的紧密的合作 他想要做这个阻止 想警告美国 更加大跟台湾的合作 所以这个叫适得其反 所以我觉得 这次中共的军机 在这个越界 不但让台湾 跟美国关系更紧密 不但让蔡英文的 民调更提升 蔡英文变成再次的 捡到枪辣台妹 让她的民调 不断的再往上走 另外我觉得 让中美的贸易谈判 雪上加霜 所以这件事情 我认为它并不是 一个聪明的决定 当然里有人有阴谋论 说这个 如果不是习近平下的决定 可能是下面的 南部战区的这些军人 他们除了传门上一 还有可能是 所谓的高级黑 就是明明知道 这样子会惹怒美国 我故意这样做 可是习近平 你也不能说他错 因为你习近平很强硬 你是宁左勿右 你是这个战狼二 但我就比你还更战狼 可是我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我不是 我是坏心的 我不是说想拍马屁 我是故意让你陷入两难 所以这个阴谋论的说法 也不禁而走 不过美国跟台湾的关系 如果好 中国一定不高兴 那有美国在 对于台湾跟中国 两国的关系会好吗 我们来看 李登辉密录里面有提到 当年李登辉当总统的时候 说要捣蛋的时候 镜头新美 他会打电话信 给我们通知 还告诉我们不要紧张 是不是当时 两岸的关系 是比较好的 对没有错 我们知道 就是说 当时我们刚刚前 就要960台台海危机 当时产生了 所谓的海峡中线 那这个危机 为什么后来会被解除 就在于说据了解 当时曾永贤 他是国安会的这个咨询委员 当时是李登辉的一个幕僚 他接到了一个 对案来的电话 告诉说 这个导弹 基本上我们虽然有做演习 可是这个打蛋是假的 不会对台湾造成太大的影响 你们不要反应过度 那曾永贤这个人 很有趣 他是出生在 跟李登辉一样 都出生在日治时期 那他也跟李登辉一样 都去日本留学 可是李登辉是去京都大学 而曾永贤是去找稻田大学 他在找稻田大学的时候 他就加入了所谓的 日本的这个共产党青年团 其实我们知道 李登辉当时在京都大学 也非常向往这个共产主义 所以当他们两个人 回到台湾之后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 其实李登辉 是曾经加入过台湾共产党的 这个从档案看得到 曾永贤同样在帮共产党 在做所谓的情报收集 这个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 他是共谍 对 共谍 但是李登辉后来在 228事件发生之后 那我们知道国民党开始镇压 李登辉就退出了共产党 所以有人说 他加入共产党是两进两出 曾经加入两次后又退出 但是曾永贤是一直在共产党里面 可是后来他的事迹 被当时的调查局局长 沈志越发现了 那沈志越当时在他们抓共谍 因为沈志越当初 一开始不是在调查局 是叫保密局 是今天大家所说的 军情局的前身 他专门在抓共谍的 被他抓到 抓到之后呢 这个曾永贤就 等于说是自侵 但是这叫自侵 改过自侵 就变成他被人 自侵人员 本来是要被抓的共谍 他等于说投向国民党 他国民党之后 就让他到调查局里面 去做匪情研究 就本来是被抓的 后来变成一个 可以说是仇心的投诚 摇摆过头 那我们知道 其实沈志越这个人也很有意思 沈志越也是一个 所谓的本来是国民党 派他到共产党 他曾经到延安 在毛泽东时期 跟着延安 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 然后他曾经在延安的 抗日军政大学读书 他是国民党的潜伏 后来他回到保密局 他又变成说我投降 我回到这个 因为我从共产党 回到国民党里面 可是事实上 他是双面谍 所以我们后来 后来这个沈志越当过 怎么当过呢 调查局局长 所以他对于这个 申永贤 实际上是有某种同情 因为他的身份也是一样 所以曾永贤 其实也是从共产党 变成国民党 那沈志越也是从 共产党变成国民党 可是沈志越 是不是真的后来就 自新的 没有 沈志越是 他后来其实他是做双面谍 也帮共产党收集情报 所以他去世的时候 当时中共的国防部长 叫张爱萍 他写过一副个婉联 他说文武全才 治国有方 一事二组 两聚无伤 就一个人是两个组 但是没有伤 共产党面谍 对 但是我们知道 曾永贤 他为什么跟中共有关系呢 就来自于他的这个兄弟 曾永安 曾永安也是 跟他一样去找稻田念书的 可是曾永贤回到台湾 曾永安去了北京 去了投共 真正的投共了 那曾永贤当时可能想的是说 我在台湾参加中共 你曾永安在北京 到时候我们可以领益外合 一起解放台湾 就想不到曾永贤被抓了 但是他跟曾永安的关系 并没有因此而断绝 也是因为他后来有一个 非常这个重要的 就当时曾永安认识了 这个南京军区的一个干部 叫做叶雪宁 叶雪宁当时是这个南京军区 一个重要的干部的一个女婿 那这叶雪宁后来他进入到 中共的一个总参谋部里面 他是总政治部的联络部的部长 就是主要是负责 中共军事情报的这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收集单位 到今天为止 中共的总政治部还是主要负责 收集特别是台湾的军事情报 所以他跟这个叶雪宁搭上线 那叶雪宁又跟当时 中共的国家主席杨尚昆有关系 就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曾永贤透过他的这个兄弟 然后跟这个叶雪宁建立关系 后来直接可以直通到杨尚昆 直接通过到这个中共的国家 这个国家主席 后来杨尚昆下台之后 这个叶雪宁还是掌握了 跟曾永贤之间的关联 很够利哦 对非常够利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当1996年发生台海危机的时候 可以透过叶雪宁直接跟这个曾永贤 告诉说我这个这场演习是假的 你们不要这一条线这样来 对没有错 那这个也让整个当时不要台湾不要误判情势 因为如果你误判情势的话 会不会到时候 美国真的以为这个中共要武力犯台 对就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那这个东西当然对于当时来讲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江泽民才刚刚上台 江泽民是1989年上台 他的权力也不沉稳 其实只是我们知道96年台海危机 为什么会发生 因为当时95年 李登辉他当时到美国康南大学去访问 而当时美国的柯林顿总统是告诉江泽民 是说李登辉绝对不会去的 就没想到美国国会是全票通过 就造成这个柯林顿 他不得不发签证给李登辉 可是李登辉去了美国之后 就出了这个江泽民的大忌 因为中国这些所谓的元老都认为 这个怎么可以让李登辉去美国 表示你这个当时江泽民 你对美国关系没做好 所以这逼得江泽民 一定要采取强硬的措施 逼得他在95年开始做这个导战野袭 96年再做 可是我们知道他也怕 这样做会不会造成美国误判 以为你真的要对台湾进行这个解放 那这种美国会不会先下手为强 那如果美国现在为强 你当时的这个解放军的军力 是完全不能够抗衡的 那中共如果解放军垮了 习近平当时身兼的是中央军委会主席 你会不会理位置也不稳 所以我们知道当时可以说是 曾永贤他也可以说是巧妙的 把这个叶选宁的这个意见 传达给李登辉 李登辉立刻把这个意见传达给美方 那告诉美国就是说 这个事情我们大家适可而知 你的这个两艘航空母舰 开到台湾海峡稳定的军心 我们的选举就可以继续办 那李登辉就顺利当选了 那大家都不要插枪走火 大家都不要误判情势 所以就让整个台海危机 可以顺利的落幕 这个照片是全世界屏袭以待 因为全世界第一次 说这个照片让大家看到什么叫黑洞 黑洞在我的印象当中 好像是一个穿越门 说穿越到另外的地方去之后 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那如果说我们看不到他在哪里 能够拍得到 应该可以进去走一走 真的我也要 根据百年前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证实了 现在终于证实 真的有黑洞的存在 但是人类呢 从爱因斯坦开始提出理论之后 一直到观测到 经过了一百年的时间 那大家都很好奇 爱因斯坦怎么那么厉害 对不对 但是老实说天才就是天才 外星人不是吗 对他基本上提出了一个跨时代 跨越他那个时代的一个理论 结果你知道 以前的望远镜 光学望远镜 一般是看不到黑洞的 结果经过这几年 大家不断的努力 尤其是我们中研院的团队 加入了这个国际系的计划 从十年前开始不断的来继续观测 所以拍出了这样的一个影响 这就是黑洞 这就是黑洞 在哪里 在天上 在五千五百万光年远的M87星系 听起来没有很复杂 怎么这么远啊 对有 但是来看仔细看这个画面 其实老实说 昨天在六大城市同步直播 包括台北上海 哥本哈根 华盛顿 还有这个南美洲圣地亚哥 以及这个六大城市 整个重步结封的一个状况 对 拍出来的画面是这样 很多人觉得 有点失望 我也是 为什么咧 感觉好像都画面失焦了 我好像用iPhone5就可以拍了 拍不清楚是不是 对不对 感觉不清楚 但是我告诉你 科学家觉得很振奋 为什么咧 科学家告诉你说 因为为什么观察到 第一个 大家觉得黑洞应该是黑的嘛 对不对 理论上咧 我照出来就应该黑黑的 旁边怎么会亮一圈呢 对不对 如果大家有看过 星际效益这部电影的话 就知道 这旁边这一圈叫吸机盘 什么叫吸机盘呢 光线透过黑洞的时候 因为你黑洞里面是完全光都会被捕捉 你过不去了 所以说周边所有的宇宙物质 会形成强烈的光和热 就是一直在摩擦 在旁边 对 所以说你从星际效益的电影 这个是公认科学家认为 拍黑洞拍得最好的 因为最接近真实 你看到太空桌过去 怎么会看到有那个光 光在旁边 就是那个红色的光 一个就是吸机盘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部分 大家又很好奇 那为什么底下这一圈是亮的 为什么上面那个感觉暗暗的 是不是黑洞在对你微笑 不是 那是因为 基本上黑洞因为中间是个球形 但是因为光线过去会弯曲 所以底下看起来会特别亮 然后上面看起来特别暗 那是一种重力透镜的一个原理 那想起来看书可能会比较了解 这是物理学家呢 希望告诉大家 我们终于观测到了 你知道这个科学家说如果以以前的模式来观测的话 以前我们只能看到一团光 你根本看不到黑洞在哪里 因为那个洞 那个光就像我们今天用 现在进步了 你随便看一看 对不对 你就看到远处 你想看到那个很小的 一团光 你根本看不到嘛 你就看到一团光 但是透过这一次整个的观测了 终于看到中间那颗黑黑的 根据中研院的想法 你知道吗 这个黑黑的望远镜你知道 你这个这个影像有多困难 因为以前曾经大家都说 我要做一个跟地球体积 一样大的望远镜 我才能看到黑洞 以前要这样 但是后来怎么样 大家国际通力合作的情况之下 在六个地方 包括格林兰 格林兰这个望远镜 还是中研院亲自去设立的 在格林兰冰园上 然后跟这个南美洲 还有各地同步观测 同步观测 观测到它 其实去年六月就已经观测到了 但是怎么样 它就像是我们今天用望远镜 去看月球上的一颗棒球 这么远 你才能捕捉到这个画面 所以这是划时代的一个贡献 也证实了 我们爱因斯坦 其实真的非常的厉害 证实有黑洞存在 对 但是谈到黑洞 大家还是觉得非常特别 为什么呢 因为黑洞如果以这个比较 这个科学的角度来看 它就是恒星崩溃之后 形成了一个重力 无限大的一个球形的一个体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都是示意画面 然后以前科学家画的 那我举个例子 文件夹 假设它是一立方公分 请问一下你知道它多重吗 如果它是黑洞的话 它是黑洞的话 它的密度就是 每立方公分 一亿公顿 意思是一顿 十重很沉的意思 就是非常重 所以所有的时空 时间跟空间 经过这里都会扭曲 吸进去 才会有你刚刚讲到的那个 时空旅行穿越 真的会这样 对 因为爱因斯坦经过了一百年 包括霍金 包括很多科学家的那个探索 真的有 它告诉你一件事情 因为你越接近黑洞的表面 我们如果从远方去看的话呢 你的人会越拉越长 你没有看过拉面 把它拉得很长 拉拉拉拉拉 一直拉拉拉拉的很长 仿佛在黑洞表面停滞 因为它的时间呢 过得比你慢很多 你知道吗 所以你如果看过 星际效应的话 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人类 在黑洞旁边 可能晃一下 才晃个几分钟 怎么旁边就已经过了 十年了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电影呢 真的是拍得非常的好 根据了这个东西 也让大家了解到 黑洞特别的地方 来看黑洞到底有多厉害 一般来说 时空旅行的重点在哪里 在这里 奇异点 因为你通过了这个黑洞 表面往下去的时候 那会怎样 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 它有进去就有出来 所以中间有一个 所谓虫洞的一个地方 但虫洞到目前 没有被证实过 它像什么呢 它像这个 我们如果是 比如说 文瑶我跟你之间 我们两点就长这样 但是呢 其实我们最近的距离 不是我现在走过去找你 是我跟你 这个地整个把它对折起来 就变这样 得是重叠在一起 你就可以从虫洞 跳过去 跳过去 就变成时空旅行了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 如果以这个黑洞的重力 来看的话 经过我刚刚讲过 事件事件 那就重力无限大队 你就像一个保龄球 丢在床上 丢在床上 你床会凹下去 对不对 宇宙就是长这样 所以这一次观测到黑洞 大家都知道 男是男在什么地方 本来以前都看不到 现在终于看到了 对所以大家不要再觉得说 那个照片看起来像 失焦的iPhone照片 不是 那真的是跨越了 很大的里程碑 说不定以后呢 我们再过个不到几十年 我们就可以透过黑洞 来时空旅行 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又有导色新闻了 这次他被周刊拍到说 他跟熟女 在车子里面吃晚餐 还有喝甜汤 面对镜头大动干火 王世坚怒火中烧 但这回不是为了柯文哲 而是他又再度被狗仔 跟拍到十一天内 两度密会了一名 中年肉肉女 要狗仔不要含血烹人 更扬言要掉监视器来自欺 只是这回又被跟拍到的对象 正是去年被拍到的中年女子 当时王世坚还邀请对方 出来澄清 两人只是二十多年的好朋友 没想到这回又被目睹 买东西在同一车上享用 甚至还独处了将近一个小时 我那天就是交导料馆给他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 随便一个药局买得到 我跟我朋友在市场车 吃个东西也不行 我跟他买个七百块的东西 他要掏几百块钱给我吗 再度澄清 两人只是朋友关系 但狗仔跟拍过程却也发现 王世坚多次赶通告 不仅行车过程不打方向灯 甚至都把车辆围停在电视台外头 让警方伤痛脑筋 去做一个狗腿就是没知了的 下戏下警 直接怒向狗仔 要对方去跟拍柯文哲 只是这位大炮议员 不仅外政表现让外界观众之外 争议也再贴一桩 你看王世坚议员生气得很 他说只是朋友啦 拍了这个干嘛来写一些文章呢 不过是不是就是因为王世坚议员之前 被这些狗仔拍过 他跟女助理去开motel 所以他知道自己是知名人物啊 要低调一点啊 绝对不可以再庆出那种场所 就在车子里面 那也就是因为刚好跟认识的朋友一起 车子里面又被跟拍 真的是气到讲不清楚 我今天刚好有跟这个王世坚议员同台啊 那么有针对这个事情啊 特别这个询问了一下啊 那当然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 私人的男女感情纠葛呢 还是像王议员所说的一样 那根据王世坚所说的是 其实去年啊 在这个杨明山所拍到的 深山的那个壁车湾那个地方 那个助理那个 同一个人 不是助理 那个是同一个人 张姓这个女士了 然后呢在那个地方就就 其实就吃个东西了 在车上吃东西 然后送他一些那个菜啊 这之类的啊 在去年就解释过一次了 也就是去年我们刚刚看到的 那个影带的解释啊 那这一次被拍到也是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 对也是同一个人 只是说11天里面两次等等啊 就上车啦 有一些吃个东西这样子啦 再抱一次 但问题就在于说 那么其实啊 狗仔队你什么东西都没有拍到 你只拍到他 就是有接送他嘛 然后有上车嘛 又买东西嘛 就这样而已啊 然后呢紧接而来啊 所以如果有东西拍到的话呢 就绝对不会是 针对他围停在路边 然后没有打方向灯 然后只有这个部分去爆料了 因为八卦比较新生色 当然啊 对啊 如果有那些东西的话 那么你就 就一翻两瞪眼了嘛 对不对 你就不需要去讲那些东西了嘛 就表示你没有拍到 当然王世坚议员显然 非常在意跟非常的生气 为什么呢 因为刚好又在民进党的 这个立委的党内初选期间 然后呢又会让他非常的生气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他所说 这个张姓女士啊 她其实已经认识二十几年了 那我有问说 他们当时是怎么认识的 那其实是这个张女士呢 她在经营文具店 那文具店 她刚好是这个文具工会的 相关的活动呢 刚好去参加 也是她的长期支持王世坚的 所以二十几年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 谁认识他 认识他就好朋友 然后呢 张女士 他家里面有一个 除了是单亲之外 有个不幸的事件 儿子瘫痪 所以儿子长期瘫痪 大概一百八十几公分 但是呢 就瘫痪 就瘫痪在床上 所以人家照顾 对没有错 然后所以这次呢 他是帮他协助买这个导尿管 但他这个导尿管呢 有些地方不好买 刚好他认识 认识了以后 所以他去买这个导尿管 然后把这个导尿管 拿去给这个好朋友就对了 然后好朋友也顺便去买一些东西 在车上吃等等 他的解释是这样啦 那因为常常敢通告也好 还是这个议会也好 还是选民赴 所以常常有习惯在车上吃东西啦 这一点我是可以接受啦 敢场 那对面要错啦 然后就等于说 他虽然被你拍到了 但问题是 因为你 他没有载着他进摩帖 还是载着他进谁的 女生的 或者是男生的 住的地方嘛 没有这个地方嘛 所以你要把他往这个婚外情的方向 确实在证据的地方 太过薄弱了一点 你只能说 他就带了一个这个女士嘛 好朋友啦 上车 然后吃东西 这样而已嘛 顶多就是这个样子 不过王世贤因为很生气啦 他就认为说 那你这样子 那我里面朋友都没有啊 那朋友谁敢跟我在一起 我帮他接送一下 开车载他回去一下 可能都被人打作文章嘛 那所以再加上说 2006年的时候 也就是他的前助理 小文事件 那个时候被拍到了以后呢 这么进了摩帖 那当然这件事情 其实他后来有承认 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 又被拍到的时候 他有公开出来道歉 像他的太太家人 跟社会大中公支持的道歉嘛 那道歉了以后呢 他暂停他自己本身的 这个竞选活动 不过他还是高票当选 那他会高票的当选的原因 是因为在我们台湾 那么对民意代表的相关的 这些道德的要求 没有那么高 我们对官员 众务官这些要求非常高 但是呢 台湾对民意代表的要求 就相对相行之下 就没那么高 像台湾的很多民意代表 你进进出出 很多酒店啊 什么特种行业 我们的台湾老百姓 好像也不觉得 有怎么样一样 意思是一样的 然后呢 后来就是 因为在家王世坚 事实上长期在大同区 跟这个中山区的 选民服务做很好 所以后来他还是高票当选了 那么也连任的 高票当选了好几次 那很多人其实不知道 因为我们好像听到了 这个王世坚 有的人都会调侃 开玩笑说 世坚情 对不对 王世坚有一次 很坦然的在我面前 坦诚他自己本身 就是因为个性的关系 你个性怎么样 对他个性比较 慵懒 然后呢 比较浪漫 所以你看 他不修蝙蝠 拉小提琴 拉小提琴 你很难想象 一个不修蝙蝠的王世坚 对不对 然后讲话 骂了大小 每次骂柯文哲的时候 柯黑大魔王 事实上 是拉小提琴 是对女生很好的 浪漫 客户被制的 对 然后呢 不是说只有对这个 熟视的啦 小文啦 谁这样而已 他对很多朋友 也是这个样子 他是这样的人 对没有错 他是这样的人 而且他有一件好事 就是说 他说到做到 虽然逢打赌必输 他自己本身 他自己本身是不赌博 然后呢 更好玩的是 他连智慧型手机都没有 他还在用那个接电话 看他信息的 他没有智慧型手机 所以呢 他自己本身 逢赌必输 比如说 现在最近的一次是 最新的这个 最新的这个 他也输了 一千份鸡排嘛 就是打赌说 如果民进党的中职会 对不对 延后这个党内初选的话 那个时间的话 协调时间 他就输一千份鸡排 他就输了 他不乐见这个情形 对 可是他输了以后呢 他就真的去送 而且我觉得他比很多在高雄乱送的人好 为什么呢 他去送谁 包括他选居的弱势团体 送很多游民街友中心等等 分批去送 如果你一天之内送完的话 那有些人可能说不了那么多嘛 对不对 他分批去送 我觉得他这一点做的是蛮好的 那除此之外的事实上呢 在2008年的时候呢 第一次王世坚魔咒就出来了 为什么讲到富龙命格 他就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 当时他自己本身也在选立委 那在大同士林区 他应该选立委 他认为他一定会上 所以那时候国民党就说 他们要八仙过海 八席全上 王世坚就很生气说 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你八仙过海 我就去跳海 就没想到真的八仙过海了 所以民党连大同区 士林这个区 连他自己的本身都输掉 我觉得他蛮有尬死的 为什么 他就到那个北海岸的三支 水上摩托车载着 我们已经看到了 就是当时狼狈的样子 那蛮冷的 然后水上摩托载着 要去跳海 不小心就滑倒了 滑倒以后就摔到海里面 就算了 也就算了 但至少他有兑现他的承诺 他真的去 真的你看 就这样子摔下 摔到海里面去了 这样子 然后你看就这样子摔下来了 摔到海里面去 有些据效果 对 2012年的时候呢 那么蔡英文选总统 他说如果他落选的话 他就去高空弹跳 就没想到蔡英文又落选了 落选了以后呢 当时渔夫啊 就是好朋友渔夫 现在在台南啊 就说我帮他跳 你知道吗 很有义气 渔夫帮他跳 很有价实说我帮他跳 但是呢 王世坚说 这种事情不能让别人帮 因为打赌的人是我啊 对不对 他就真的 他找了 后来找到日本一个农场啊 在那个农场 还真的在那边高空弹跳 录影为正 让大家说 我是男子儿 说到做到就对了啦 然后就是因为 他不断的这个 打赌都输啊 所以呢 后来在2017年 这个打赌又输了 不过他输得蛮开心的 为什么 他去上网路节目说 如果你们点凝率破百万 我就剃头 你看很多人想看他剃头啊 就点凝率就 马上破百万 他很在乎他自己头发 马上破百万 就把他剃头了 然后呢 也这个弄出来给大家看了 大家都觉得说 王世坚真的是 有情有义 讲话也像了 2014年的时候呢 刚好太阳和华雪运 他在太阳和华雪运的现场 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那么有包括一些竹联邦的分子 跟一些统派分子 不是隔着警察对骂学生吗 然后那时候王世坚就跟他对骂 你如果这样这样的话 就除非是 over my dead body 这句话就这样出来的 over my dead body 就这样出来的 但是我们必须平心而论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在街头 长年这街头 这个一二十年以来呢 几乎常遇到王世坚 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 是非常有gas的 那也很多人不知道 王世坚其实他的这个长辈 有228的受难者 曾经在嘉义被逮捕 甚至于刑刑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他对被害人 对弱势这一块 他是非常照顾的 而他自己最生气的是谁啊 就是因为他常被称为 柯黑大魔王 柯黑就第一名 这就他了 连我都还排不上这个节五名 柯皮的时候 他就马上呛他 他的柯皮非常非常生气 为什么 他认为当年是我们帮你上去的 你当年自己称莫绿啊 你怎么到后来翻脸不认人 还这样对我们啊 所以每次只要讲到柯文哲 他非常生气 咨询他也很生气 比如说呢 那么他最近送了行李箱 要给柯文哲啊 如果你吃完来看我 你当市长连任 你还要去这个选总统 你无期施政 你就打包走人好了 这些几天的事 对对对 你先李箱就拿出来 因为柯文哲已经习惯了 你知道吗 他看到王思杰 他就这样做了 他还大笑吧 对没有做 那没有办法了 要不然的话 就拿一个龙袍 你是真命天子吗 你不好好当市长 你天到晚 在想他选总统 对不对 他常常会做这个动作 那在这个 当时柯文哲 不是到以色列去吗 然后不是坐在那个地上 机场那个地方充电吗 对对对 后来柯文哲又要到美国去 他就送 我送柯市长行动电源 你不要再给我席地儿做 丢人献严 你知道吗 然后柯文哲说 我拒收 你知道吗 两个人就被打出一口 后来还把这个木马 图成的这个木马 我觉得这个道具做得不错 这个道具做得蛮好的 你知道吗 然后带进来说 你到底跟中共领案一家亲 这些到底是搞什么鬼 所以事实上 王世坚 他的个性是爱恨分明 不过 他对民进党说坦白的 他对民进党 是真的是有情有义 他在民进党里面 没有特定非常明显的派系的组织 但是呢 也因为这样比较没有负担 所以他 他包括跟韩国瑜之间的 打出一口 跟柯文哲之间的打出一口 跟很多人之间的打出一口 但是 他的内心世界 还是为了民进党跟台湾好 台湾在监运当中 当管理员说一个月 上班只要十天 月薪五万多块 你有没有兴趣 不过说这个职位呢 是一个高风险的 第一个 因为跟你在一起的人 可能都是强奸犯啊 杀人犯啊 这个 这些 作奸犯科的人 而且如果你要管他 他还不见得让你管哦 据说现在台湾 是比较有人权的啦 建议当中比较有人权 包括管理员 管这些犯人 还是有很多的潜规则在里面 当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 我心里只能问一句话而已 什么话你知道吗 这个法官会不会小题大做 一百分 一百分 我不管你用什么贪污自罪条例 贪污自罪条例里面的土利罪 来给他判两年六个月 但是你反倒回来 你有想说这个管理员 我经常说管理员 受刑人算拐一天 他算拐半天 他也算是半球 对吗 十二点前后的上班 是都没办法出去的 就是跟受刑人 大家混在一起 他每一天进去的时候 他的压力就开始来了 有什么压力 我跟你说 我们以前 以前的管理员没压力 以前 不管是警察众也好 关闻队也好 军事冠也好 俗法众也好 我想说他们没众 以前因为是一个封闭的社会 你小心 你降座里面的消息 政府你就像 人家的众家 手抗断 抗断了 外送到台东马街 消息叫我出去 没人知道就对 但如果没有 你消息要怎么出去 是不是比民主 对啊 所以说 那管理员 以前的管理员是怎样 跟受刑人 我说相对 我驚你 祝你好你嘛 你驚你帮我去管嘛 陪我 对啊 因为 你受刑人和受刑人 比较好沟通嘛 因为我是冠嘛 对啊 我冠我 如果出刑的时候 你会反弹嘛 但是如果受刑人和受刑人的时候 大家就好笑了嘛 所以他就说 以前是这样 以前进烟的时候 还没有烟禁 以前没有开放 香烟的时候 是这样 管理员 我跟你说 我拿一百分给干部 你干部 把我发到下榜里面的下榜 一个下榜就对了 下榜里面 两支无数的就好了 你知道以前没有开放烟禁的时候 我们在说是无数的 那一支无数的 可以换十二支的娘子买了 你如果有法度的人才有打几支的 打几支就输几支的 所以你看 我一百分我就可以收买人心 以前讲究的就是高压政策 什么叫高压政策 就是说我授权给你 你老大的 对吗 你老大的你去管 你老大去管的时候 这些下榜这些人 一定是听老大的嘛 所以以前都没出什么事情 但是你翻到回来的时候 你管理员 我常说管理员你也是会怕 怕说怎么 怕说老大我如果没听他的 我都没跟他打 他不知道他怎么办 我下榜的时候 车车站在后面车就下来了 管理员也是会烦恼 因为很多管理员 在里面是去用占的 不是说只去用占而已 正经有发生一间 就是管理员下榜后 去用阿在山上去用打 打打的他又有苦难言 他都明知道谁打的 但是他又不能说 所以说以前的管理员 会运用受刑人这些 以受刑人来管受刑人 因为每一个我讲过 我刚才讲过 可想的嘛 大家是可想的 但现在呢 现在也是有啊 管理员也是授权 给老大的 还是给这个 后面有百多人的人 下去管这些受刑人 现在是这样管的 但是现在的管法 到以前的管法是完全不同的 是怎样不同的 我如果放太多给你的时候 万本应出事要怎样 所以管理员他就没什么跟他放款 没什么跟他放款的时候 你要怎样 什么事情都要你自己来做 对 顺下榜 如果说损下榜 发油 发饭菜 都你管理员要来用 你如果以前的时候 这些工作就对了 都是老大 还是十个 十个来在做的 所以以前的管理员都坐在办公室 要去搭 现在的管理不是 他不敢放了 要自己搏 他不敢放 所以他就要自己来 再来 你现在的管理员 要多大 你知道吗 你下榜里面 要主宰 快像小派的 那是 违规的就对了 违规的就对了 我跟你说 一线的管理员 要去搭 这个责任分治 对 后面的主任管理员 主任管理员都关系的管理员 主任管理员没什么事 室也都吸基层 你基层去搭 跟公司差不多 跟公司差不多 所以你说 他合你到有大不大 我有时候跟这些管理员 他说 阿彬哥 我说 我们这种工作 都是去用骗 去用骗 大家都说 大家说 像你刚才说的 一家月三十天 上班十天 一家月五万块 没办法 真好贪 对啊 很亲近 但是你来的时候 你知道说 事实上就不是这样 对吗 后面就上班二五点钟 后面就上班十二点钟 对吗 过来 他们要参加保险人受险 我跟你说 保险公司不可以让他们报 风险受惯 对 风险受惯 所以 我会让你才报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自己算 你怕你只有一百分 为了这百分就对了 这个防信管理员 他是说 我以前就熟了他 他刚才拿着 为了毒品拿着去 给他 但是我也想 这个久的时间 因为现在我刚才说的 烟针都开放了嘛 一个收惯人一天有五支粉嘛 你如果 里面比较可以 比较多了 你翻着一天十支粉也不一定了 最后 你一天还有五支嘛 你五支的时候 你是怎么 会想到说 诶 啊 朋友朋友 啊 现在哦 烟营来了 你也 創一个粉来吃 对吗 以前是怎么做的 以前 管理员你给他讨论嘛 管理员在外面 点点的时候 都给你弄下去 弄一支 对啊 弄一支 怎么会弄整包的 整包是以前的时代 以前的时代才有整包的 但是这个时代 六年前的时代 怎么还在用弄整包的 对吗 所以我也觉得说 这个事情 我也觉得很难 我看到这个事 我想说奇怪 现在就 有烟进 对吗 现在都开放 但是我等分给你 你也要有弄 什么叫弄 賴打 你没有賴打 不然你像以前 用打电弓的 对吗 因为那里面 里面有一个抽风机 抽风机有电纜 有电纜 两支弓的时候 弄了 那叫打电弓 这用米皮 棉花有没有 这会锅嘛 是不是 但是你分进去 你没有弄了 你要怎么做 所以我也觉得 这个新闻内情 没说清楚 对 所以我跟你说 这内地 到底有没有说 我说 没有 文雄 你就去外面 去把我 去把小猫人 出去 去把我们住的内地 先拿五万人 先放在那里 你先带一百分 真的我都没说 是不是这个情形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但是意思就是嘛 所以我们平常说 有时候我曾经关过 我知道这些管理员 确实就对了 现在的管理员 真正没人要做了 确定不是去用构 确定是去用申诉 你如果申诉的时候 现在我来说 收行人 现在较有领寬了 较有领寬的时候 我跟你说 消息 不可能又红索了 你把你园权来 和我黑客 说会园权 我来到暗时 我就在里面 去给管理员打 我跟你说 这小心 你先把你园权 我都算是平民权 所以平民权的时候 你要怎么 过来的时候 你如果对我不好的时候 你原谅管理员 你对我不好 我就给你申诉 申诉去 去到坑上去到港幅上去 要调查吗 要调查 如果一调查下去 你就去做记忽了 阿伯你就 要再生官 要再做什么就对了 你就没了 所以说这些管理员 不比以前那些管理员 以前老教那些管理员 各个我用各个 是他没在看薪水的 我一句 你一句 我十万我也没在看薪水 一间 我跟他一间 出去 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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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就对了 10万 中2万 我下房里面 老大有几个 不要多 老大有30个就好了 有时好惨 10万 中2万就好了 你一句 走不到100万 有哦 100万你就20万了 对不 我看你这五六万的薪水 要做什么 所以以前的管理员 我跟你说 大家油洗洗 现在的管理员 大家喝到就要死 我们说实在的 而且 又重新 所以有时 现在的管理员 怎么过 怎么去照顾就对了 还是没人要去 没人要去的时候 现在用约聘的 用约聘的 一年一聘嘛 用约聘的时钟 也没人 所以有时 时代在进步 感受要有领盘 没错 但是要相对 对相对 让大家好凶 好凶的时候 你感受管理不才好 你感受管理不好的时候 事情发生 我跟你说 这些事情 面对面就对了 我跟你说 沉沉下来 法务部 矫正室 矫正室 下来 钢 钢 钢 下去 就是什么 就是管理员 所以我不知道 有时 我们以前那头 以前我的管理员 对我们那头就对了 那时候 我们就说 感受 没什么说 自杀的 没什么说 什么 博冬的 没什么 原刑是有 原刑一定有 但是大案件就对了 都没有了 所以现在的管理员 为什么就是这样 没人要做 你就想大 所以有时 大家去讨论看看 方向要放在哪里 对不 这也是你矫正室 很大的功夫 你看到裸体 有什么感觉呢 日本的幼稚园说 裸体可以培养 小朋友的心灵 所以去日本 读幼稚园要裸体 不过先来看到 台东的超商 在半夜的时候 来了一个裸女 这个裸女说 跟超商店员求救 她怎么了 真的 晚上如果你看到一个 裸女突然跑进来 你两眼会发直 对不对 一定会嘛 对不对 因为没穿衣服 对 你进来干嘛 对不对 结果这个裸女 跑来求救 拜托救救我 对不对 那个邻居的 怎么打我干嘛 结果超商店员 突然吓呆了 赶快打电话给警察 叫警察来 警察来了 因为晚上出现这种 怪现象 觉得蛮奇怪的 因为没穿衣服嘛 真的又有伤痕 警察来了 警察也认住了 警察说 小姐你为什么在这边 他喝酒吗 他就讲了一大堆 对他身上有酒味 他吸毒 但是他讲了一大堆 这个他为什么 会没有穿衣服的状况 他要逃出来嘛 什么东西 衣服啦什么 全部都被扣在 那个邻居那边 这样子 对 但警方觉得说 应该感情纠纷 但这个警察问了一句话 大家也都眨眼 这警察问了什么 小姐 你证件 你不觉得很奇怪 我裸体我拿来证件 他马上就跟警察讲说 你看我全都脱靠 把我收的东西都在那边 我哪来的证件 就哭给警察看 结果后来 当然后来警察巡线 找到确实是感情纠纷 然后两兆也都没有什么事情 但这种怪现象 不是只有出现在台湾的 深夜街头 为什么呢 在俄罗斯更厉害 俄罗斯的裸女逛超商 后面还会跟着一个人 拿手机 这样慢慢地拍 来仔细看 为什么 这个前面金发女郎脱光光 然后要走进去的时候 已经很奇怪了 对不对 但是呢 仔细看 怎么门口 这个男生到底要干嘛 直播 就直接拿了手机 一路地拍进去 你看 就已经开始拍了 对 奇怪 你跟他拍干嘛 真的是看起来 身材看起来很好 然后女生看起来 这个感觉是在微笑 但后面这个男生很奇怪 对不对 那你到底跟他有什么交易 结果他一查 哎呀 这个男生来头不小 他是五十岁的法官 在这个城市当法官的一个男人 这不得了了 马上呢 俄罗斯当地的乡民跟报纸 大幅报道 这法官说 其实他只是跟我打赌打输了 真心话大冒险 有没有 那你去大冒险 然后但是呢 因为舆论的关系 后来这个法官还是辞职了 因为法官做这种事情 大家怎么看都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但是呢 这还不是最厉害 但在美国呢 真的有人 买东西的时候 拖光光给你看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他去买麦当劳的德莱苏 突然这些想秀自己 结果怎么样 开车 你看开法拉利 法拉利开到哪里 开到德莱苏的时候 请仔细看 哇 这个女生笑得很开心 因为他就觉得没差 我就让你看 他要拖 结果呢 那个电源 两个眼睛 真的完全没有办法 视线没有办法离开 这个女生的脸 那个身体这样子 所以说 大家还是一样直接这样 感觉起来 好像做了一些 非常开心的一个事情 对不对 那当然有人敢秀身材 有人可能因为别的原因 导致深夜裸奔 对不对 但是来看泰国的 泰国这个不是裸女 是裸男 为什么呢 因为他成为了泰国叶问 你有没有看过叶问 一个打十个 对不对 这位男子也很厉害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个人打十个警察 对 那十个警察要来抓他 当然 这发生在帕塔亚的一个事件 那这个男生呢 就可能这个 有些情绪不太稳 然后既然呢 拖光光 然后还要 直接面对十个这个警察 直接跟他们开打 当然最后打不过 然后落跑不成 然后结果不小心 在坠楼 然后当然最后是被逮捕了 这样一个情形 好 那刚刚看了这些都是成年人 日本 有一个幼稚园就很奇怪了 他们要求什么呢 要求小朋友 在上课的时候 必须上身是赤裸的 叫做裸体幼稚园 老实说 文耀 你会觉得 你敢让你的小孩念这里 他可以教育他什么 我跟你讲 他不是只有男生裸上身 他是女生也要裸上身 小朋友是还好 那至少你知道 有些日本家长 可能认同他的这个理念 就是说 你这裸体幼稚园 你看女生都裸上身 但是老实说 我看了觉得很奇怪 你知道吗 如果让我女儿念这里 我可能不太敢 爸爸受不了 对 因为这只是教育理念不同 有些家长说 对啊 没错 你看我小孩念这边之后 真的比较独立 身体也变好了 是这样子 对啊 但是也有很多人觉得 根本就是罗利控的天堂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这个学校里面 有没有什么奇怪的老师 会不会对学童 做什么奇怪的事情 所以不知道 但是可能在日本人的眼中 这样子一个裸体教育 确实可以让小朋友 有一些很特别 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或许对他的历练有帮助 这个我们都不太清楚 只能说 每个国家 国情跟文化都不太一样 为什么这个煎饼 要像铁饼一样硬呢 要铁水加钉子 才打得破 欢迎搜集无奇不有 素食店卖的面包或是煎饼 应该都是松软好吃的 不过最近有个新加坡男子 买了一家素食店的煎饼 准备要拿来当早餐吃的时候 却发现这片煎饼 似乎特别的坚硬 首先他分别用塑胶和铁制叉子 却没办法插穿它 反而还弄坏了叉子 后来男子不死心 继续拿螺丝起子 勉强插出几个小洞 却仍无法摧毁这块煎饼 接着他更试着用车子碾过 或甚至从高楼中将煎饼往外丢 都无法让这块煎饼有半点损伤 只有榔头搭配铁钉 可以勉强刺穿这块煎饼 虽然无法好好吃上一顿早餐 但也让这名男子过上充实有趣的一天了 这哪是煎饼 根本是铁饼 挑战新闻让我们继续看下去